中美關係不容易好轉 因為中國要崛起 美國要維護老大地位 無論特朗普也好、拜登也好 為了美國的利益都要制約中國 特朗普我原本以為美國人會選他 雖然有些與美國一貫標榜的普世價值相違背 但奧巴馬說的變,真的變得很少 特朗普說的變,變得多 我原本以為美國人會現實一點 想變,應該找特朗普 不是找拜登 拜登當副總統時,跟奧巴馬已經走過 他們走過一段時間後,其實美國的角力都一直弱 走回頭會好一點,我就看不到 當然特朗普的行法是美國優先 要自己有一個人,沒有平等 美國早期都是這樣上來的 所以我自己初初評估美國 可能覺得自己處境沒有以前那麼好 就要搞特殊化、優先化 但發現原來美國都有相當一部份人 對價值理念都頗執著 變成了自由派重新掌權 他們能否扭轉的局面 我相對懷疑 當然特朗普能否扭轉局面 也不能扭轉 不過我初初以為整個歐洲都向右轉 美國帶頭有多些 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實際上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我相信從美國自身來說 我認為會製造更多的撕裂 支持特朗普的人 其實我自己身邊認識的都不少 他們實牙實恥 就認為這次選舉是被人盜竊了 人民的選擇被人扭曲了 他們認為應該奪取選舉的成果 我相信持這種看法的人還會繼續搗彈 即使他們不出來搗彈 除非拜登上台後 很多情況可以改善 但我認為一些以前積累下來的內部矛盾 都不容易改善 譬如美國的貧富懸殊 拜登上台減稅 減稅就是繼續製造更大的貧富懸殊 沒有辦法改變 那些中產下流下來的中產的不滿 基層 美國的福利比歐洲差很多 真的一比九十九 變成很多人繼續不滿 除了貧富懸殊 種族的歧視、衝突會繼續 債務沒有辦法解決 美國政府洗慣用慣 怎可能叫他不要洗呢? 這麼多地方要洗 變成美國在拜登上台後 即使做很多改變 都扭轉不到一些基本問題 那些人的不滿就會增加 變成分分鐘擺來擺去 擺去哪邊都沒有好的結果 這是造成美國的內耗 亦都令到他不太有能力去應付中國的挑戰 這是一個大的局面 至於拜登上台後 一些政策上 當然會跟特朗普不同 他會重返國際大家庭 巴黎氣候協議會重返 即是世衛、世貿都不會 每次威脅要退出 世衛本來退出 可能都會加日 我相信跟民友的關係 會和諧一些 對中國 我相信都會理性一些 特朗普後期知道要顧處一擇的時候 當然有些政策是過火了的 我相信他會按照實際的情況 例如哪些 打擊不了中國太多 又對美國有害的政策 他會修正的 我認為 對中國來說 應該會好過一些 對世界 歐盟也好 東盟也好 中國也好 都會歡迎拜登一些 相對理性的政策 所以 對外國大部份國家都歡迎拜登上台 但是 拜登就解決不了美國自身的問題 結果 又不能連人 都成問題 我怕美國就會 轉得比較密 由於外部問題解決不了 就像歐洲一樣 密密地換 美國本來是總統權大 不是那麼容易換 但你看現在 特朗普剩下兩天 民主黨都要談談他 所以將來誰做總統 都不斷被人挑戰 好像特區政府 被反對派 經常都挑戰他 那麼美國誰當政呢 在野那些都不斷挑戰他 一個就是用合法的途徑 挑戰他 如果特朗普那個系 甚至非法的途徑都會使用 所以世界會比特朗普在任期間太平 美國就比特朗普在任期間更加不太平 我看到特朗普親自號召那些人 20日要去賭彈 我看到也有些何里活的明星 他們一樣是要光復美國時代革命 變了就有時間搞了 我相信美國主要是由於政治經濟體系 都運作了有200年 沒有太大的改動下 就有一些矛盾已經積累了 不容易解決 就不是說來一次選舉就解決問題 所以接下來都是可以說積重難返 變數又多了 在投資者其實都經常要吃京通散 都要看定大局 看看能否捱得起風浪 中美關係就不容易好轉 因為中國要崛起 美國要繼續維護他腦袋的地位 無論特朗普也好 拜登也好 為了美國的利益都要制約中國了 不過制約的手法可能不同 特朗普只顧打擊敵人 不顧自己會受到多少傷害 但是拜登相對牙策的 他說不只是要制約中國 而是要令到美國自己有更好的競爭力 你不是只是打擊對手 而是要自己更勁 是否自己可以更勁呢 所以拜登上台對中國的打擊力度會較少 抽一些力度去令到美國自己更勁 效果如何呢 我自己覺得不容易更勁 不容易更勁又再打擊過 問題就是中國多捱多幾棍之後 基本上就可以展示給世人 給中國自己內部看到究竟能否捱到 如果中國是吃得燒的話 反而會令到別人覺得美國乾勞之忌 到這裏差不多了 我當然不想見到熱戰 但是會不會有些狂人制約不到中國的情況下 想透過戰爭的手段去解決問題 我想美國的策略應該好像對付蘇聯那樣 即是拘捕他下水 要他搞軍備競賽 要他不可以將資源 全部集中在發展經濟上 我常說這些政策可能會動武 機會不大 因為美國在二戰後 打過航戰 打過越戰 航戰都說打過平手 但也是打不贏的 越戰就被電視鏡頭看著美國在以前西貢市撤軍時的狼狽箱 真是全世界出醜 之後布殊曾經說以美國的實力 可以在全球幾處地方一起打幾場仗 美國都頂得住 打阿富汗、打伊拉克 說阿富汗這麼久都未搞定過 現在都要想辦法撤軍 伊拉克亦都搞不定 所以美國即使能夠在戰爭上取得上風 是無法將他那套政治體制 第二,強加於條件不成熟的地區 這些阿富汗是小國 他最後都搞到一身散 他怎會計算過條數 怎會去跟中國打熱戰呢? 我認為機會是很少的 但當然這些是理性下的抉擇 又沒有人不理性呢? 民主黨都怕特朗普不理性 為何要將近核彈的制放在總統 一個這樣的總統身上呢? 我相信接下來的美國都會 一次就理性一點 一次就找一些不理性的上來 風險是有一定的 但這些都是有待觀察 眼前從理性的角度去分析 我們做分析的只能夠做理性分析 認為打熱戰的機會還是低過一半以上 喜歡明家分析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重要是按這個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